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这个味儿 大厨还原 野食爆款 铁板串串 好吃的秘诀 究竟是啥 铁板串串 灵魂必备 两种料 冬日夜宵 串串香 暖身解馋 滋味棒 铁板串串 来来看看 瞧一瞧 难来的没往的 走一走 瞧一瞧 争走东北洋串 吃这一串 小那一串 来吧 铁板串串 香又香 串串好了 东北洋串好嘞 串串好了 想来的赶快乐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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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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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刚才烤了 一个个点 一个个点 你们干嘛的这么热闹 摆摊了 对对 是吧 你还想点啥 我都想吃 都想吃 行 今天都给你们烤鸭肠 玉米 什么豆皮 菜卷 好 多安排 这个拿着 行 下面歇会 把你们想吃的全都给你们做了 好好好 来吧 两位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大厨童伟 铁板小串串 也是我拜师求义过来的 我今天主打产品 我给你讲 东大厨是一个上海大厨 但是他主打一个没菜戏 啥红他学啥 对 大家好 我叫李航 我来自于吉林 冬天我们宵夜就得吃的烤串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东北烤串 世界上有两种烤串 一种是东北的 一种是其他 对 那两位今天给我们主要做什么吃的 今天我总共带了三款铁板串串 但是有两款是当下特别火爆的 一个是铁板鸭肠 另外一款是铁板豆皮 就是那个每次排队 必须 买不着一买一大把的那种 对 还有一款呢就是铁板五花肉 那您做啥呀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东北烤串 另外还带来一个东北最有特色的 鸡汤豆腐串 就是那个在东北才能吃到的鸡汤豆腐串 对 风靡东北的很有名的小吃 那大哥你先来呗 那没问题 先做我们冬天又暖身又解馋的鸡汤豆腐串 我们先买一个鸡架吧 焯一下血水 稍稍放点料酒 这个风靡东北已经好几十年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 在市场门口 还有学校门口啊 都有一个小推车 就推车上面做一个小炉 炉子里边都是焦炭 焦炭上面呢是一个闷罐绿的 然后摆的都是鸡汤豆腐串 像我们放学了或者在溜的时候 走去买一碗 所以我对这个鸡汤豆腐串 特别的情有独重 它就是朴素的东北孩子冬天的首选 对 也是吃着一个回忆吧 鸡酱焯好了 清洗一下 然后就把这个血沫 血沙啥的 洗干净就行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炖烫 把这鸡酱放到锅里 加水 小火慢炖 大概有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来吧 这鸡汤能炖着啊 趁这个时间教大家怎么串串 我一摸我就知道是东北的 这个叫豆腐干还是豆腐皮 这叫干豆腐 这不是千张吗 不是 这叫干豆腐 千张在东北是听不懂的 豆腐皮 豆腐皮也听不懂 这叫干豆腐 它的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干 你看 特别干爽 摸的 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特别薄 你看 葱灯这一看 是不是都透亮了 对 一撒呢 特别的筋的 吃着特别的弹牙 好弹性的 我们给它切成小方块 大概就是8厘米乘8厘米 来 我卷一下啊 一下子 两下子 三下子 真OK了 然后这一串上嘛 咱们穿四个 像我这么卷嘛 给它留守空隙来 然后这样呢 汤汁特别的容易给它熬进去 为啥咱们这个干豆腐跟鸡汤特别配呢 因为鸡汤的汤汁特别鲜美 干豆腐它有豆汁的这种味道 然后它俩融到一起 真是绝佳的味道 特别的好喝 好吃 这汤也等不了了 我提前熬了一锅 行 来 上汤 真的是颜色比较浓郁了 是不是奶白色 烧开之后 我们把这个豆串下里 大哥 这锅开了 来吧 咱们豆腐可以下锅了 再煮20分钟就好了 一定小果慢煮 那豆腐煮着 咱们接下来再做点什么 烤串呗 今天烤串我准备了三种 咱们接下来还得一个一个穿出来 咱们先穿那个羊肉吧 羊排肉 最好选内蒙的小羔羊 鲜嫩多汁 一点沙味没有 吃得特别好吃 我们大概就是切一公分宽点的 这个小条 大哥 洞北烤串食材那么多 这羊肉串到处都有 您为啥今天带这个呢 有啥特色呀 一到冬天吧 我们东北人家院吃这个羊肉串 因为这个羊肉本身就属于温性 它是养胃暖身 吃起来也非常香 这个改到改成就是骰子丁大小就行 大概是一公分乘1.2公分就行了 哇 这么精确 我要切大点不行吗 切大点外边烤糊润里边不熟 就不好吃 对 所以说那烤串不一切都太大 来吧 我先串一串 教一下大家 今天我已经实际都已经串完了 串有啥讲究 我知道什么几肥几瘦的 最好是两肥加一瘦 或者两肥加两瘦 能纯瘦吗 不行 纯瘦不行 纯瘦因为咱们烤这个是不搁油的 就靠它自然那个油 去跟这个调料去充分的融合 好嘞 串好了 下一个烤的就是这个鲫鱼干 哇 这都可以 这个鲫鱼干吧就是东北野生鲫鱼 然后呢到上秋的时候呢打捞上来 把内脏去掉洗干净了 这个在盐水里蘸一下 这个晒至三到五天 保存好了之后冬天呢有这个油炸呀 有的炖呢 但是呢这东北就是愿意盐就烧烤了 我们就给它上火烤了 这个在烤之前嘛 割水泡两到三个小时 这有泡好的啊 看泡好这个 软和多 对 软多了 而且是把这个盐泡出来 为啥它这个鱼它适合冬天吃的 第一是好吃啊 另外这鱼是有营养的 吃起来也非常弹牙 在冬日里搁几个围着小炉子吃点这口鱼 再吃点烤串 那绝对是享受啊 其实风干以后啊 咱们再用那个温水泡一下 让那个味道就咸味散发出来 但是鲜味一直保留着呢 这就成了 还穿啥呀 还穿啥 我们再穿一个豆腐干 豆腐干 干豆腐 这个是豆腐干 看看这么认识 这个是干豆腐啊 对 这个叫豆腐干 朋友们那个去东北啊 千万别说错了啊 别点错了 这两样东西啊 干豆腐 豆腐干 这就是东北的大豆腐 然后给它切成两公分 这个厚度啊 在太阳底下晒大概三到五天 然后就成这个状态了 这是晒好的豆腐干啊 但是我们在烤之前呢 泡个八个小时左右 这是泡好的啊 看 看看 哦 这是我啊 对 这个豆腐干吧 冬天吃也特别合适啊 因为它泡完了之后 上火一烤 它更容易跟这个调料啊 它这个味道混合到一起 有豆制品的味道 然后有调料的味道啊 入味 特别香 特别入味 在东北呢 我们上秋的时候 一般都晒点 然后到冬天呢 可以炖菜啊 咱们入秋了叫上秋 对 那入冬呢 入冬叫猫冬 那 猫冬 进入每一个季节的动词是不一样的 秋天叫上秋 冬天叫猫冬 猫冬 然后呢春天呢 打春 打春 夏天呢 立夏 立夏 进入每一个季节的动作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大哥带来这三个小串 都是猫冬必备 首先羊肉冬季时和吃分布 那看更暖 是吧 那原来咱们上秋之后呢 这些个食材保留不了 比如说像鲫鱼 包括这个咱们这个大豆腐 咱们通过晒的方式 然后呢给它保存到冬天 咱冬天吃呗 所以在冬天这也算是一个时令的 对 对对对对 好嘞 穿好了 就这么简单 对 你跟它长得特别像一个串子 对 开烤 上头子 老板烤啥呀 先烤羊肉呗 东北烤串 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灵魂五件套 紫兰 芝麻 辣椒面子 咸盐 味醋 那我们在烤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经常不小心 那个火就哗就起来了 怎么办 那就是碳没烧透 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烧炭的时候 无论是木炭呢 还是这个机制炭 烧透的 烧透的表现啥 就第一是没有黑芯 第二呢就是没有火苗 那我给大家看看呗 啥叫烧透了 我们这个动作有点危险 在家里面千万别这么干 来看一下 这个烧透了 这里面你看没有那个黑芯了 我这口音为啥变得这么的东北呢 我觉得你把我也快带到东北去了 就我这口音在咱们长春 能听出来是外地人不 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 真假的 不是外地 听的是国外人 烤的两边金黄啊 我们就开始撒盐 这个不用放油啊 放点绿醋 这边打一下 两边打一下 对 翻过来 这边再上盐 我想起了一首歌 屋里看花水从望远 我们啥也看不着啊大哥 这撒辣椒面子 这边 我们选择这个羊排啊 就特别的鲜嫩啊 而且特别肥 摊一烧啊 这油下来腌得特别大啊 子兰 像我烤串子兰 我愿意最后出锅 这样子兰味特别弄 翻一下了 建个坎就出锅了 哇 可以了吗大哥 可以了 这头一串 大肥老师 谢谢啊 来同大叔 好嘞 就成了 哇 好嫩 哇 真的 好嫩爆汁的感觉 所有的味道跟羊肉的味道 融合在一起了 那个脂肪渗透的特别好 瘦肉里面 都有那个油油的感觉 来 你哥俩慢慢吃吧 我先给你们烤点鱼 这个鱼就得刷油了 刷油呢 因为这鱼干嘛 刷油之后呢 它跟这个调料呢 能充分地融合到一起 这个调料啊 还有油啊 它们在一起 烧开了之后 激发出这种香味 大哥烤鱼有啥技巧啊 就是轻翻点 因为这鱼干嘛 它容易糊 要穿三个腔 然后这鱼一烤的时候 它会翻倍 然后又不好烤了 来吧 这烤好了 开始撒料啊 先第一遍先撒盐 撒完盐 我们跟着点味醋 然后你看它 烤着冒泡的时候啊 上辣椒面 这灵魂五盐套 确一不可啊 现在就是这个鱼呢 因为它缩皮了之后 皮逐渐挤泡了 尤其加上香料之后 那个鱼的鲜味 是一层一层的 很负责 散发出来 撒点芝麻 好嘞出锅 还要烤啥呀 我把这豆腐盆上来烤了 我们先刷点油 烤到两边吧 冒白泡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撒料了 撒料的顺序 跟刚才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为啥这么简单的食材 撒在上面 会让这个这么好吃呢 因为它是首先 它这个食材好 再有就是说 这个灵魂五盐套 按照我这个时间段呢 撒上去都好吃 那这开始冒白泡了吧 我们可以上料了 也是按这个顺序 盐 胃醋 灵魂辣椒面子 灵魂辣椒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撒子来了 消滋嘛 好了 这就成了 大哥啊 这个咱们的鸡汤干豆腐差不多了 好了 出锅了 哇 哇 放几个豆腐串 放一点盐 然后我们灵魂的这个小蒜水 必须要放了 我就放点辣椒油 小香葱 小香菜 这就OK了 好 好 哇 嗯 就这感觉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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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和 也可以先喝点汤啊 也可以先吃点汤 最后一口把汤喝掉 大哥 嗯 是这味儿 鸡汤非常浓郁 是东北那味儿 这干豆腐就里面吸满了汤汁 关键还有非常有热气 一口咬下去之后 那个鸡汤在嘴里爆汁 那个辣椒给的合适 芝麻也特别的香 那个蒜也非常的到位 必须得有蒜 我都忘了撸串 来来来来 吃蒜 来来来 好 让我流连忘返就是烤鱼 就让我感觉说实话 你不由自主了 大哥咱整两口 是吧就想吃 对 是吧想喝 羊肉适合这个季节 我们补充一些的能量 就这个鸡汤喝完之后 特别暖身子 一下能喝三碗 它也不是那种 特别浓的腻口的 这个鱼我觉得味道非常的鲜美 而且是浓郁的 豆腐那口感太棒了 鲜香可口的鸡汤豆腐串 将鸡架焯水后 炖煮两个小时 放入干豆腐 穿成的串 煮至二十分钟 最后调味就完成了 划重点 干豆腐穿串时 中间留空隙 更容易入味 东北烤串 将羊肉鲫鱼干和豆腐干 穿成串 分别用炭火烤制 最后撒上灵魂五间套 味道嘎嘎香 划重点 羊肉两肥已瘦 口感好 鲫鱼干先泡 再烤 很入味 豆腐干烤出白泡 香味更浓 接下来是轮到我了呗 铁板鸭肠 你真能做 不光是排队的铁板鸭肠 还有什么 铁板五花肉 还有铁板豆皮 可能很多人特别好奇 铁板鸭肠为什么这么火 来 了解一下 近年来 铁板串串 凭借浓郁的风味 百变的食材品类 成为各地夜市美食街 当之无愧的爆款 而铁板鸭肠 铁板豆皮 铁板五花肉 更是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备受食客们的追捧 脚香可口的鸭肠 肉韧香浓的豆皮 有润解肠的五花肉 凭借铁板的高温加持 酱料 干料的灵魂入味 每一口都触及着大家的味蕾 让人回味无穷 铁板串串 灵魂必备什么 两种料 一个是铁料 一个是干料 那我们先做酱料 其实把酱料谈好之后 你随时都用随时方便 如果味不够足的话 撒点干料 我们加点油 海鲜酱 叉烧酱 然后甜面酱 三个都是1比1比1 小火慢慢炒 好 这时候我们再加点甜椒粉 有一点烟熏味道 对 请问你这个秘方是从哪破解的 跟西服也学习了很多天了 是跟广东西服学的吗 跟广东西服学 不过这确实在南方也特别的火 因为它是一种甜辣口的 有咸鲜味 加一点点盐 不要太多 因为这个酱本来它就很甜了 因为本来里面海鲜酱 包括咱们的叉烧酱 都是复合酱 对 味道单独拿出来都已经很好了 然后我们为了粘稠感呢 适当地调一勺蜂蜜 这个蜂蜜在里面其实起到一个黏合作用 对 光是时候甜味 然后我们再适当地再加一点点炸好的辣椒油 你是不是感觉这个酱特别腻 对 确实 解腻的方法 我就用这个 拼柠檬汁 增加一些果香味 这个酱就好了 死酱就好了 哇 这是一个万能相 对 做铁板一切都可以 一切接在铁板中 稍微有点复杂了吧 其实这个酱一点不都不复杂 几种酱复合在一起 食材有千变万化 有肉类的 有蔬菜类的 但刷这种酱以后 它全部都覆盖住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有内脏 对 是吧 有海鲜 海鲜 还有那个冲的一些那个素菜 就是韭菜 那不要比较冲 刷这种酱全都覆盖了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干料 辣椒面 孜然粉也是1比1 然后熟芝麻 0.5 芝麻少一点 来点鸡粉 适量就可以 这个料真的也是对一切烤肉 等等都特别简单好用 今天我们烤的是什么 你始终吃不到的 10块钱二穿的鸭肠 就我永远排不上队 这个穿鸭肠 这个就是都挺费功夫的 这很简单 就剪好以后 洗干净后 啪啪 很简单 那你给我穿 这有成品卖的不用穿 是吧 真的可以买到 当时有卖这个生的 很容易买到 还有啥 五花肉 当然这我是我先提前穿好的 两根签子 但是就穿三片薄一点 去完皮最好 一个硬币扣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 万事俱备 纸欠铁板 不行还有一句 这个 这是 豆瓶 这个也是在那个特别畅销的 对 那咱们今天都给它上齐了 必须上齐了 好吧 现在终于万事俱备 纸欠铁板 上铁板 这时候我们加油 咱一锅出了 好吧 可以啊 可以 五花肉 对 五花肉 同事们他上着厨房 也下了地摊 对 啥都行 对 就什么美食菜 他这都能做 这时候我们加点水 加水 要的是气氛吗 一定要加点水 要不是肉质过于干 那刚才李哥做的是烤的 穿那个 我呢 铁板做的 第一个能让食材迅速地成熟 能增加它的那个味道和香气 第二呢 不会这么多烟 也方便操作 确实这个难度 要比咱们用碳锯烤要简单很多 对 对吧 只要调好了那个酱 对吧 想烤炸炸炸炸 铁板 哇 成了 湿料跟干料分别起什么作用吗 刚才我们把这个食材 放到铁板上 它里面的水分都跑掉了嘛 刷到酱料 让它迅速吸收 干料是真香 这时候我们下鸭肠 鸭肠不一定时间太长 要不是它那个味道肯定就变了 哇 哇 哇 太帅了 这鸭肠就好了 我们刷酱 好 我们把这个鸭肠先放旁边 开始放豆皮 这时候这个豆皮一定要油多一点 对 你知道吗 现在在商场 在夜市 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个集市上面 美食小集市 可火了 就是豆皮 还有这个鸭肠 鸭肠 哇 好 这时候也时间不会太长 刷点酱 再把鸭肠 来点干料 撒干料 太香了 铁板烧和烧烤的结合点 好 这就成了 西瓜 好吃 好吃 你做的这个味道是南北冬吃的味道 对 它是可颜可甜的味道 其实呢 无论是南方的冬天还是北方冬天都可 因为它可以下小酒 对 鸭肠 一直没吃到 好 我觉得它学到这个精髓 保证了它的脆的口感 但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吃到了非常入味的一个鸭肠 它的脆感也保持得非常 对 你要如果在时间过长了 就过于老了 比较难嚼 我们吃透皮呗 拍一个 为什么三个食材用的是同样的酱料 但吃出来味道是不一样的 食材上面跟铁板的结合的时候 它散发的油脂是完全不一样 五花肉是一个香气 只跟一点点油 豆皮的时候那油带我放的非常多 豆皮吸油嘛 对 豆皮刷点油的口感完全是不一样 整体还是让我感受到 就南方的甜和北方的咸的一种碰撞 为什么这个火现在 我觉得是有它的道理 对吧 所以说呢 有了这些之后 我们没有一个冬天的夜晚 我们肚子会空虚了 对 您刚才那个又有汤又有烤的是吧 嗯 学会之后在家也可以做 可以做 嗯 谢谢 祝愿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再冷 也要让自己吃好 喝好 好 铁板串串 在家也能轻松学会 铁板烧热以后 放入鸭肠 豆皮 和五花肉 烤软后 刷上用海鲜酱 叉烧酱 和甜面酱 熬出的酱料 最后 耍上干料 就完成了 画重点 烤制串串时 先刷酱料 更入味 再撒干料 能增香 我发现了大哥你刚才说大厨犬的好 其实不是真话 是真话 你看看 你卷的是全都这尖朝上的吧 对啊 同大厨犬的 两个在朝上两个朝下 不是这很对称吗 对吧 这样没改吗 可以也可以 也可以 这个颜值可以吗 我这个来大哥评价一下 这是二兄初始做的 刚才那是一星鹅 ERO 好